拜拜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蛋豪雅 今天我要来讲一个 关于他游戏延长 E-learning到12月31号 而造成恐慌的故事 就在2020年4月28号 他游戏的学生都收到一个 晴天霹雳的消息 那就是E-learning线上教学 将会继续进行到 12月31日 那就是年尾 整个晚上 大家都在Facebook WhatsApp Instagram热烈讨论 引起了学生们的恐慌 机票问题 房间问题 然后还有人讲 他们没有机会脱单了 要自慰 哦 不好意思 要自我安慰 所谓路见不平 搭道相助 我们他游戏的学生会 SRC呢 和这个拉大青年先锋 就努力去帮学生争取 试图去解答了学生们的问题 就在隔天晚上 2020年4月29日晚上8点 拉大青年先锋呢 就在Facebook举办了一个线上直播 跟大家讲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有一些应对的方法 这场直播是由 拉大青年先锋的主席 张静恩来主持的 主讲嘉宾是 SRC学生会的副主席 陈龙为 在这个直播的开头 就讲到了 他游戏在27号的时候 收到的来自马来西亚 高教部MOHE 发给马来西亚大专的一项通知 通知里面有提到 如果疫情得以控制 学校也不必 匆匆忙忙叫学生回去上课 然后呢 他游戏延长 Elearning到年尾的决定 并不是政府order的 学生会副主席表示 他们得知 Elearning被延长到年尾的时候 也是很无奈 也是很疑惑 他游戏原本已经安排好 和学生会展开一场会议 只是呢 学校在会议开始之前 就把展场Elearning的消息 公布出去了 就是所谓大家的 先展后奏 好刺激啊 至于为什么他游戏一次过会延长到12月 因为他不要几个月几个月 update一次延长开课啊 到时候呢 住在宿舍的同学就会抱怨说咯 为什么都知道Elearning会到12月还不要早早讲 害他们浪费钱 就在通知发出的隔天早上11点 SRC呢 就和校方展开了一场会议 反映了学生的问题和顾虑 并得到了一些回复 啊来来来 听清楚啊 重点来了啊 重点来了 Elearning是一定会继续进行到年底的 不管有没有MCO 都会进行到年底 如果你认为Elearning不适合你 你可以选择 延迟开课 但是你会辞毕业 然后 如果政府允许的情况下 学校宣布正常可以面对面上课 你可以选择在家Elearning 或者回去学校Face to Face 对于Elearning呢 网速不给力的学生怎么办啊 校方呢 给老师的建议是说 老师可以一边开Live教学 然后LayCode下来让学生重播 很多人体验了这个Sort Sam呢 感觉很糟糕 每个老师的方式都不一样哦 怎么办 未来呢 学校会提供老师培训 有一个统一的Elearning SOP 请大家烧喊物照 很多科系像是Architecture啊 那Hotel Management那些需要Practical 和Hands on的怎么办哦 每个Facouty的Line都在讨论 如果政府宣布可以Face to Face 学校就会提前通知他们回来上课 OK 这个题目也是很火 校外住宿的学生怎么办 其实这个东西学校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毕竟这个不是Under学校的东西 最主要还是看你的Property Agent 或者是你的屋主 如果今天是政府讲不可以上课到年尾 那你是要要求政府帮你处理这个房租的事情吗 是不可能的吗 所以咯 这件事情呢 只能期望你的Property Agent 或者是房租那边 私下理解学生 通融通融 negotiate一下 Internship Another hot topic Internship 没有改变 会照样跑 最重要呢 是跟着你的公司 你的公司叫你在家 你就在家 你可以出去 你就出去咯 只是呢 很多学生怕找不到公司 不要担心 这个问题呢 你的Facouty会跟你协谈的 课外活动QQ怎么办咯 一些QQ呢 会在online进行 想要知道更多详情呢 请大家频密的留意 Internet咯 我要考MWED怎么办 没有PTPTN怎么办 MWED和PTPTN 属于政府机构的 学校没有办法干涉的 所以呢 请大家耐心等待官方的通知 OK 讲了一些学术的东西 大家还是很在意钱的 是不是 到底可不可以扣学费 基本没有的啦 因为老师在家 需要准备教学 线上上课 继续参加培训 如果老师不回复 不教课的话 学生才会帮忙学生 去争取得到回扣 可不可以扣 resources and facilities fee facilities fee and resources fee 一年哦 一年哦 才200块 一个月才大概25块 有时候呢 学校还要到贴 很多东西呢 需要维修费 Mentenance fee 可能呢 这次省了水电费 可是 Security card 还是要作工 PUS 还要保养 学校的草 还是要捡 学校图书馆 也是有俄奏 需要Ren Use 很多东西都需要钱 不过 在END of the semester 学校会探讨 省下来的钱有多少 如果很多会考虑 refund workshop and laboratory fee 能不能 refund 如果没有用到 学校也会探讨 未来会通知你们 parking sticker 可以退款嘛 department of security 呢 会尽快通知学生的下一步 学生会也会争取合理的退款给我们的学生 10月 degree 的 internet 遭殃 所有的 convocation 会 postpone 可是文凭还是可以继续拿 想去宿舍搬东西回家 可以去下载 Grak Malaysia 去申请 怕不够钱 cover 学费 intranet 可以申请分期付款 哎呦哎呦哎呦 总之总之 还有很多后面 就变成了一个 Q&A session 了啦 你们想看那些很多 杂杂的问题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直播啦 啊 可以看那个重播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sorry啊 我讲到这里就很夜了啦 拜拜